美国官员在跟您见面的时候 他们最关心的台湾议题是什么 我发现美国人对这个价值还是蛮简直 所以这一方面他说不管谁当台湾总统 这其实不是那么关心的 他只关心说台湾仍然是 这种所谓自由世界的一分子 也有不少人认为 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格局太小 缺乏国际战略思维 您怎么看待这种论调 有任期的选举制度 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人物 造成今天台湾的困局 这个批评我是同意 你好观众朋友 这里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观点节目 我是主持人唐其威 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向大家问好 台北市长柯文哲先生 刚刚结束了他的访美之旅 因为被外界认为 可能成为2020年台湾总统大选的竞争者 柯市长此次访美期间的一举一动 在美中台三地都备受关注 观点节目在华盛顿 对柯市长进行了专访 请他谈一谈他契衣从政的经历 此次访美的收获 美中关系转型对台湾的影响 以及两岸关系的新思维等等 节目一开始 让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柯文哲先生 柯文哲1959年出生于台湾新竹市 在2004年出任台北市长前 他曾经担任台大医学院教授 台大医学创伤医学部主任等职务 他的专长是外科重症医学 器官移植等等 柯市长可以说 您之前在这个医学界是前途无量 那为什么当初您会想到弃医从政呢 本来在台大当医生当得好好的 常常就是这样 人生都是意外 因为当时有一连串的事件 包括台大艾滋案 后来我常常想说 奇怪我在台大当医生 他也没有做什么事 可能是怎样 因为台湾蓝绿对抗太严重了 那我曾经去帮阿炳看病了 那后来人家就觉得 我好像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就开始很多这种司法上的迫害 常常台湾就是这样 因为这种意识形态的对抗 你知道 对医生来讲他就是病人嘛 就帮他看了 可是常常整个社会就觉得 你跟他就是同伙的 或是就开始修理你 达到最有一天后就很生气说 那才是人无可人就跑出来选了 那我很好奇 就之前您这个医生的职业生涯 对您这个执政风格有什么影响呢 我当过17年台大医院 外各教育病主任 所以每天你会看到人抬进来抬出去 这种世俗的成功失败 我好像I don't care 不是那么注意 所以您觉得您比较淡然 比较淡然 但是我们还是有很多优点 比方说我们强调SOP 因为我们要确保说不管白天黑夜 假日或是week day week end 整个系统都能够运作 所以我们是高度SOP 还是高度Teamwork Teamwork宣洁条件就是彼此的信任 那信任的这宣洁条件是honesty 所以我们非常强调诚实信任 团队合作 还有点我们动作都很快 因为心脏停止超过五分钟 腦袋缺氧超过五分钟 就脑死人做什么都没有意义 所以我们就常常会动作很快 所以我的风格 讲话快走路快吃饭快 做那么多快 没办法这是外科个性 不过最后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我们这个吃苦耐老 那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就是也陆续出现过很多第三党 比方说像清明党新党 还有时代力量等等 那为什么当初您以五党籍当选台湾市长 会引起那么大的震动呢 其实在1990年台湾政治就是统独 蓝绿嘛 所以事实上整个 事实上台湾是一个分裂的社会 因为我们要看公投的题目 比方说公投有十个题目 你知道 你要是支持国民党 你说可以预测他说 在这十个题目他是投哪一个 那如果支持民进党 他在这十个题目应该会是投哪些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整个社会是被分裂的 所以我们就是说 如果 这种意识形态的后遗症就是说 如果我们是同一党的 不管你做什么坏事 我都要cover你 倒过来 如果我们不同党 不管你做什么好事 我都反对你 所以我后来讲了一句话 比统独更重要的是是非 比蓝绿更重要的是黑白 坦白讲整个台湾的政治到后来 是已经没有是非黑白 就是说 要看颜色办事 刚才听您说 我觉得您一直非常的无奈 那我想就是您作为一个 五党籍人士 这么多年受到过政党政治 什么样的压力 您又是如何化解这些压力的呢 他就讲过 因为我是一个外科医生 特别是中生医生 抗压能力比较强 这个简直 所以我常常是 I don't care 但是有时候倒过来 我另外一个缺点就是 I don't care 所以有时候太任性 太率性 这有时候人家 所以特别对年纪比较大 会不习惯 所以对我们外科医生来讲 你知道 就是说 结果最重要 所以每次说 the outcome decided 所以对我们来讲 重点不是operation procedure 是 outcome 所以这也是人家在批评说 你怎么看起来就是很 其实我知道那是practical的问题 就是我们practice 我们是一种物质主义 但是 但是对那种讲究身段 讲究那种样子 所以我常常说那些人太假了 但是问题我们是太真的 真到有时候这样就受不了了 那据您的观察 在台湾的第三势力生存 受到哪些局限 持续发展的空间在哪里呢 其实这样 我们还是不能否认你知道 其实仇恨还是很有效的 政治动员的力量 所以诉诸统独你知道 还是一个achip effective achip and effective method 一个很便宜但有效的方法 所以因为它便宜有效你知道 所以政治人 政治人物都不愿意去走一条 比较辛苦的道路 所以为什么在 我们都知道统独 这种仇恨是不应该的 可是在 我们还是不能否认 它在台湾是一个很有效的 政党动员的力量 那刚才那个 我们的记者也问到您 就是关于台湾总统的大选 您说您参不参选要看 您能不能说服自己 那我很好奇就是在 什么样的天时地利和人和的情况下 您觉得您可以说服自己 然后可以决定参选 所以每次说 这个六月以后再问我 时间倒在讲 为什么是六月 因为大部分应该 不过看现在台湾的局势 变化实在是太大了 我看六月都还不一定可以决定 意思就是说 我常说这个叫卑视定理 就是数学 比如说当前提越清楚的时候 你做决定会更精准 这也是我们外科的特性 就是说 当事情还没发生的时候 你何必去烦恼那些东西 这是我的态度 所以这也是一个外科医生的特性 那所以对我来讲 我是台北市长 我在现阶段 把我该做的事做好 那时间到了 我自己评估看看 该怎么做就怎么做 那我听到就是您在 纽约大学演讲的时候 有在场的学生 就是鼓励您参选 明年的总统大选 您反问说 台湾的困境真的是 换个总统就能解决了吗 在您看来 台湾目前最大的困境是什么 有什么解决之道 第一点太多了 我自己当台北市长 我们有实际的行政经验 以后就知道 第一个意识形态的绑架 整个台湾的政治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文官制度被破坏 坦白讲 像深奥电厂这个事情 就知道 就是说 这种国家重大经济政策 这怎么会可以一个晚上转乱 那不用跟人民解释 所以表示说 我们真的那种政治 或者说政党利益 凌驾全民利益 我有个比喻很生动 就是说如果一直发生车祸 要么司机有问题 要么车有问题 可是换了三个司机 还是出车祸 那就表示 这车真的有问题 所以表示说我们的制度 我们的文化是有问题 从3月16号到3月24号 柯文哲在9天内走访了 纽约 华盛顿等4个城市 除了会晤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及国防部官员 他还先后访问了多个智库 与专家学者们对谈 柯文哲告诉观点节目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华盛顿更是世界政治中心 他希望借美国之行 认识美国也被美国认识 而据他观察 未来15年 美中对抗将是一个大趋势 我自己的评估 未来15年 大概美中对抗是国际大局 因为事实上 有人在讲说 这是因为川普总统的关系 不过我这几天 跟所有的美国政府接触过 跟这么多不同的智库接触过 我认为在美国现在 不管是参议院 中议院 不管是中央政府 或地方政府 不管是共和党跟民进党 现在这种反中的情绪相当一致 所以我倒认为 不管谁当美国总统 这种美中对抗的局势 大概是未来15年 整个世界的局势 那我们了解这个局势之下 你知道多弄清楚一点 也要思考说 在这种国际局势之下 台湾如何自处 那刚才您也提到就是 就目前的情况来看 就是美中对抗是一个大局 那我想请教您就是 美中关系的转型 对台湾会产生哪些影响呢 我们还是随波逐流 意思就是说在这种大的局面之下 我们自己还是去思考说 我们怎么求生存 最重要我倒觉得 有时候我看这个美中对抗的态势 倒是倒过来 台湾当局不要利用这个局势去做政治的操作 那您在跟美国官员会晤的时候 您是如何向美方评估 台湾目前的政治局势的呢 应该这样讲 台湾说good but not good enough 台湾如果 如果我们要比瑞士 或是瑞典这种先进国家 你知道我们台湾的整个社会 很多我们还是有不足的地方 可是我们要说比非洲国家 那台湾还是很好 所以常常是这样 所以整个台湾社会来讲 它是good but not good but not good enough 所以我们也有很多改进的空间 我很好奇就是美国官员 在跟您见面的时候 他们最关心的台湾议题是什么呢 其实老实讲 美国是世界大国 他不管什么样的问题 他都有办法应付 所以他来讲 他只要no surprise attack就可以了 就是说他能够了解你的意图 美国基本上他也不会去干涉 其他国家内政 不过有一点是美国很坚持 我发现美国人对这个value 价值还是蛮坚持的 所以他们认为他们民主自由 这种所谓希望价值 他是相当坚持的 所以他也希望说台湾能够作为一个价值的联盟 就是说 alliance in the universal value 所以这一方面他说不管谁当台湾总统 这其实不是他们关心的 他们只关心说台湾仍然是 这种所谓自由世界的一分子 这才是他们关心的 那在您看来台湾应该如何平衡 这个美国中国大陆和日本之间的关系呢 美日是一组 中国是一组 所以亲美有众 我都开玩笑说 有时候跟美国官员讲说 my hard way is made in China how even my short way is made in United States 就是说 我们跟中国还是同文同种 可是我们很多价值理念 是比较接近美国的 也许在不同的题目 我们有不同的合作 就说在这个题目我们是 偏美国的 那这个题目我们是偏中国的 倒不必说把所有你的一切的政治 所有的经济全部压一遍 也许保持一种 应该比较 flexible 也许是比较大的弹性 那台湾式的民族 一直被很多大陆民众向往 但是这些年来 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因为种种政治恶斗 族群撕裂 还有统独的争论 对台湾社会带来的消耗 使得它的光彩被逐渐淡化 您的观察呢就是 这个我同意 就是说 其实这个民主跟民粹 还是 所以是这样 精英政治 寡头政治 甚至变成独裁政治 然后民主跟民粹 意思是说很多东西 它是英文叫spection 所以我倒觉得 台湾虽然走上民主自由之路 你知道吗 但还是遇到很多民主的困境 因为包括很多民粹的问题 甚至比方说立法院打架 这种民代的问题 或者说 几乎整个政治被 媒体上的民粹意识形态在操纵 但是我常常认为这样 这个叫信心 就是说 如果我们相信民主自由 我们相信是核心价值 那我们也认为说 现在只是 在走向 比较更好的文明社会当中的一个 逆流 所以我常常就是这样 这个要信 有时候 有时候价值到最后 变成要变信仰 你知道 就是说你的信仰 你相信说你现在看到 它只是一个 Changeization stage 或是它是一个 Turburing 那这只是 所以应该叫 国家 进步过程当中的正统 如果你要这样想 那这个才能够继续走下去 也有不少人认为 就是台湾的政治人物格局太小 仅仅关心这个选举 还有巩固势力 缺乏国际战略思维 您怎么看待这种论调 这个我们 不然是这样 所有批评 我们都还是要 还是要在反省 以前在一党 一党独裁时代 反而有长期规划 因为没有政党轮替的问题 所以来做长期规划 现在有这种选举的问题 所以台湾很难做 超过四年以上的规划 因为每个人都要短期收割 可是对国家重大建设 或重大的这种制度变革 常常它的效果 不是四年内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很清楚的 台湾失去的这种长远的规划 或长远的这种布局 这是的确是事实 所以有任期的选举制度 加上没有历史观的政治人物 造成今天台湾的困局 这个批评我是同意的 的确也是这样 那前两天您还提到 您是二八受难者的家属 那我想请教一下 您觉得台湾追求民主的经验 尤其是在转型正义上工作的努力 有哪些是值得大陆借鉴的呢 其实我倒觉得台湾的转型正义 到现在为止 我不认为它是非常成功的 为什么为止 因为我的转型正义 我的态度还是很清楚 转型正义三原则 第一 解决现在的问题 二 避免它以后再发生 三 追究过去的责任 但是这三个顺序要对 常犯的错误就是 把追究过去的责任摆在第一顺 当你是把 如果你把转型正义 当做政治攻击来用的时候 事实上我觉得它不会解决问题 只会制造更多的问题 所以转型正义三原则 重点不是三个原则 重点是顺序要对 所以我倒觉得在 我不认为转型正义 在台湾是很成功的 刚才您也提到 就是台湾有很多全民公投 什么 那我们注意到就是从2004年开始 台湾的这个全民公投项目 是越来越多 那外界普遍关注 这是否是在为台湾的独立公投 埋下伏笔 您的观察呢 公投常常不可会 它还是变成政治工具 民主用一句话来形容 就是说 少数服从多数 可是后面还有一部分 多数要尊重少数 它是一种精神 所以坦白讲 台湾 我看这一次公投的题目 只能 我们自己心里有 是表示台湾的 国民的水准 还不是到 还没有到那种先进国家 包括那种核实问题 我觉得那个是科学题目 为什么会 是不是要进口 这个福岛地区的食品 这是科学题目 这不是公投的题目 所以事实上 事实上 我倒觉得是这样 公投只是显出说 台湾的国民的素质 要真的要比到 比瑞士 比北欧 其实还是 还是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那在两岸关系方面 国民党主张九二共识 蔡英文政府主张维持现状 那您认为 两岸关系应该有 什么样的新思维呢 这也是个题目 事实上 事实上 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跟大陆方面的九二共识 是不一样的 因为大陆方面是一中 那国民党是一中各表 所以事实上 国民党所有的九二共识 已经不为中国大陆方面所接受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蔡英文的维持现状 在中国眼光看来 她也是觉得是假的 所以有一次很重要 就是说 What is important is not what you do or what you say but what I fear 所以蔡英文在讲 维持现状的时候 事实上 以大陆的角度来看 她一直觉得 你是在去中国话 蔡英文讲的 中国大陆不相信 因为没有 trust 国民党讲的 根本就不是 中国同意的 所以坦白讲 不管是现在维持现状 民进党的维持现状 或国民党的九二共识 都是中国大陆不认同的 那您的观点 那我觉得这样 我的态度是这样 面对问题 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也许我们应该 比较诚实的 跟大陆方面讲说 我们目前之间 的确是有隔阂 有障碍 那到底你希望怎样 那你的希望 也要在我可以忍受的范围内 大家可以来谈 所以作为一个外科的意思 我有两个概念 务实跟对话 那在您看来就是 两岸关系的僵局 到底是卡在哪一方呢 就是目前没有对话 五个互相的时候 第一条是什么 互相认识 像我去过延安 你知道 可是民进党很多人 就认为说 这个不行 我就奇怪 你好歹你不认识对话 你怎么跟对方打交道 你当时为什么会选择去延安 那刚好是有机会 去北京的时候 顺便去看 我倒觉得这样 互相认识是第一步 所以 但是这个前提是 我愿意表达一个善意 我愿意去认识你 去了解你 这是很第一步 如果这一步都不愿意走 后面根本就走不下去 那在中国大陆方面 除了这个一国两制以外 似乎再也没有提出 新的两岸方针 去说服台湾民众 您觉得中国当局 可以用什么样的新思维 来思考两岸关系 其实这样 有时候是这样 这也不是中国大陆 单方面提出 有时候是台湾自己 要去要求 坦白讲 目前如果香港模式 我相信 如果一国两制 就只香港模式 绝大多数的台湾人 不会接受 其实我这个是想 问您这个问题 就是很多大陆民众 不能理解 为什么绝大多数 台湾民众 他们不能接受 一国两制 当台湾人已经习惯 这种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骂总统 可以骂什么 我们已经很习惯 这种自由方式 所以我常常讲 对一个台湾人来讲 其实新加坡的国民所得 是我们的两倍 你知道吗 可是你问他说 你喜欢新加坡那种政府 还是台湾政府 他迟疑的两秒 他还是选台湾政府 为什么 所以有时候是这样 没有对错 只有适合不适合 所以有时候看一下 人家讲说爱恨都不需要理由 所以台湾人已经习惯 他这种生活方式 那很多大陆民众 就是认为民进党最终的诉求 是台独 然后国民党是倾向统一 您觉得他们这种认知 是不是准确呢 这个其实老实讲 这个有时候在讲出来 就变得太打脸大家 意思就是说 不管在台湾 不管民进党跟国民党 他都知道这个问题 在现在是假议题 因为不管统一或独立 在可见的时间内都是不可能 所以我们常常在问一个 不知道多久以后的问题 然后现在假装在吵架 那事实上是在 在拱固他们各自的政治利益而已 这才是事实的真相 柯文哲表示 台湾要在美中两个大国之间求生存 清美有中是最佳策略 但是美国战略 即国际研究中心专家格赖尔 和前美国在台协会处长包道格 则表示质疑 认为柯文哲没有就此做出实质性的解释 柯文哲则回应说 两岸政策没有办法完全讲清楚 他是表达态度可以做的先做 柯市长还说条约本身不重要 因为历史上太多合约签一签 却没有实践过 而对于此次访美 柯文哲自评分数 只算是及格 他从来对自己还有更高的要求 好观点节目 让我们分享不一样的观点 我是主持人唐奇威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节目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下期再见